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齐飞 我们谈谈吗 你不是得忧郁症了吗 这么快就恢复正常了 你想说什么 我要谈的是关于你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好像跟你没关系吧 可是我的未来跟你有关系啊 对不起 你的未来我不感兴趣 我很忙 就这样 鸡杯 你往上看 你想干什么 只想和你谈一谈 那你下来 咱们在办公室谈 如果我跳下去 王鹏会背上一辈子洗脱不掉的罪名 而你呢 就会造来一生的骂名 你觉得值吗 你不是爱小鹏吗 你那么爱她 你觉着 你不应该来问一问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那你下来 咱们换一个地方谈 你是一个聪明人 自己看着办 你这儿子 你把我运到这里来干什么呀 妈 彩玲曾经在这儿干过啥事 小鹏 你说你人为你寻过几次短见呢 你怎么对得起他呀 咱先别说这个了 你给他打电话了吧 一直都在线呢 你想干什么 说吧 喜求你 把王鹏让开 你不是个无知的女人 居然会用这么幼稚的手段 你和黄家强还没有离婚 有权利要求我吗 对于一个走投屋的人来说 做什么事都是合理的 你了解我 没有我做不到的事 你想过没有 即使我放手 你又能得到什么 鸡飞 我没有你幸运 你年轻漂亮 家庭优越 还愁闪不了 可是我呢 除了王鹏 不会再有第二个男人 对我那么好 所以我必须珍惜 你也是一个女人 你应该理解 和一个自己根本不爱的人 在一段生活 没有痛苦和煎熬吧 王鹏 他就是我的精英之助 没有他我活不下去了 如果真的失去他的话 我宁可结束我的生命 陈采灵 请你面对现实 你和小鹏之间的感情情过去 他对你的种种关心 只是内疾有爱不是爱 即使你再不是 也请你放手 彼此还能道身尊重 只要你愿意放手 剩下的事 不需要你操心 喂 齐总来了吗 没见他人啊 我刚才我进来的时候 看到他的车停在外面 可能去洗手间了 你赶快找他 找到后长 他马上给我回电话 十万火机快点 到什么时候了 你还给他打电话 你一人都找不着了 你还有这个心思 你说你是什么人哪 妈 我觉得采灵会不会去找齐飞了呢 找他 妈 走 婚姻不是交易 她是两情相怨 心心相应 早点晚上 她下午求婚 她那是酒后胡言乱语 你愿意相信 还有 她跟你求婚的时候 我叫她旁边 你愿意相信 她是酒后吐真言 是吐了 她吐了自己一身 也吐了我一身 不过之后是我帮她清洗她 她抱着我 我们两个共同都天明了 郑采灵 你怎么无始到如此地位 你是结过婚的女人 你有账子 为什么要作戒自己 作戒自己 你怎么无始到如此地位 你觉得我在作戒我自己 我对了 我这叫行道浓时 把持不住 你也是一个 并没有结合婚的女人 对于男人和女人一点事 你应该不太明白吧 我也是刚刚才懂 为什么孩子 是爱情的结晶 昨天晚上 我才体会到 和一个自己 特别特别爱的男人 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原来是那么的美妙 我也是个人 我也是个人 他也认为 妈 如果你打妈可以解气的话 都塞你 跟你笑着气 我们再继续谈 好吗 我告诉你 你绝对不会放手 击飞 挺孝顺的 这么快也撤下撤纵的 你咋在这儿呢 什么我怎么来了 我来问问那小子 小子 你马上跟我们妮结婚了 你们俩的关系怎么论呢 你只管叫妈呀 管叫丈母娘啊 行了 你 我问你 你看见咱闺女了吗 我上俩看见 天天跟你们在一起 闺女找不着了 怎么找不着了 昨天晚上她喝醉了 跟咱闺女睡了一觉 早上起来就不承认了 闺女一生气就跑了 这 你瞧不瞧是 这么急啊 我姑娘刚说要离婚 你就这么急了你 事情不是这样的 我昨天晚上我不记得做什么了 找到彩玲就知道真相了 小鹏 你欺负了我闺女 你还不承认 你说你宁可出家当和尚 你都不娶她 你说她都不委屈啊 还有这种事 这个小王八蛋我跟你说 我们家闺女有个身上 这张 他那天不天天 找你帮我闺女的哪儿去 你说什么丧气话呀你 咱闺女就是找不着了 什么说丧气话呀 当天不是我妈那么贵的 求你能活到今天吗 你跟你听见这样 你不知道啊你 我',你怎么能活到呢 我儿子 你лох到什么 你不能拍摄 我儿子 我儿子 我所ctor虚被 给你帮你帮忙 也行 我儿子 他那边 我生贵